每台19有没有?每台22有没有?每台2026有没有? 武汉的复苏从舌尖开始,4月3日上午9点,武汉老字号蔡林济热干面及庆街店店长周秋香与四名店员忙得热火朝天。 从3月24日恢复营业,这家店所接到的订单一天比一天多,将近600斤面条,不到中午便可全部售请。 都报了单,早上一来,24号那天就接了六七十单,25号接了七八十单,就是到了个26号就是开始两三百单了,年自取的话有七八百单,每天。 就是我昨天也做了,有接近快到一千单了。 恢复营业后,蔡林济直接线上和到店自提客户订单。 记者采访期间,店内吧台上外卖订单源源不断,店外十多名配送骑手,翘首以待。 一碗热干面,一杯淡酒,是杨子航曾经吃早餐的标配。 时隔两个多月,再次来到熟悉的面店,杨子航感叹道,失去后才觉得珍贵。 平时,因为你平时每天早上过早的话,一般都是热干面淡酒,每天都是照常,就突然一下好长一段时间就没了,就感觉就少了点什么东西。 就感觉就是更加珍惜它了,就以前就是平常是嘛,现在就反而变得就是,生命不给缺吧,应该就这样说吧。 周秋香告诉记者,店铺关闭期间,每天都有人给他打电话,问店里什么时候营业。 接到复工通知后,周秋香如释重负。 武汉餐饮协会会长刘国良称,在全市复工复产的大背景下,会催生更多的外卖需求。 目前,武汉每日外卖单量超过10万份,复工复产将为武汉餐饮业按下加速键,激励餐饮商户们加速复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